一个故事 是现代网声 现文录里边的故事 叫妙如诗 四学写经 韩小生息 比丘尼 妙如上人 是江苏扬州人 十三岁呢 就在本城里的 易所安出家 当时是十九岁 就到宝华山啊 受巨族见 然后呢 又回到了扬州 住在林尹寺 学习皈夷 后来呢 因为其他的姻缘 搬到了杭州 住在梁道山的龙华安 最后呢 在龙华安可能住了十八年 最后又住持杭州城啊 庆春门街 卧卧观音安 这是说妙如上人呢 年纪啊 四十九岁啊 妙如上人啊 繁醒金言 寺院坚固 创建大事殿 每日啊 礼大悲惨一部 宋地藏经 金刚经 及法华经 红传旭一篇 数十年啊 如一日 其他时间啊 都专心啊 持咒 念佛 曾经次学血 妙华 莲花 进一部 并且啊 染指供佛 平复放生 施凉茶 杀药 药物 棺木 等住善事 混心不倦 一九四二年 八月初六日起啊 就换了利己啊 恢复不了了 十一月的二十五日 病重 十二月十四日 善友这些人 都来看望他 劝他念佛求生西方 到十九日 自己啊 亲自看见西方三圣了 就嘱托 助念的这些 同道啊 不要断了佛身 二十二日五十 在念佛身中 西世了 世寿呢 六十三岁 面色如生 笑容可居 大家看 这个上人 是怎么修行的呢 怎么能往生的呢 关键在 平时 平时啊 叫 反省 经验 誓愿 坚固 每天都有 固定的功课 都很多呀 每日礼 大悲颤一步 诵地藏经 金刚经 及法华经 红传序 一篇 啊 怎么样呢 叫数十年如一日 啊 其他的时间 都专心的 施作念佛了 而且啊 做了别人难做的事 叫赤学写 妙法 莲花经 而且啊 染指供佛 平时 这个行善的方式 什么呢 就是放生 吃茶 凉茶 吃药品 棺木 啊 等等 善事 奉行不倦 啊 这就是 一直做下 没有什么 别的 方法 啊 非怎么做 最后啊 自然往生 啊 很简单 啊 难不难呢 看起来 不难 关键在于我们平时啊 坚持 平时啊 不仅仅是 做做功课 而且要把这个心 放平 放淡 放直 不要有这些 啊 贪嗔痴的东西 啊 不要有这些 我直 我慢的东西 怎么慢慢修下去 自然就成就了 没有 请 你